其實2021年就是我剛剛畢業前的一年 非常幸運 剛剛看到特區政府推出了大灣區青年制業計劃 我當時也很疑惑究竟要不要報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願望是繼續讀書 不過我也嘗試看看有什麼項目 看看他的職業是否真的符合我自己的專業 還有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我心目中想找的畢業的第一份工作 我一開始也很怕大學畢業後會不會沒有朋友 或者我要自己一個很孤零零的在廣州發展 但其實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有很多港澳青年都在自己一個人 所以當我在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作為一個職場新鮮人 可以這樣說 都是非常一開始很忐忑 亦都很不知怎樣做 再加上上一年是我剛剛入職之後 就要立刻舉辦一個非常大型的活動 我要去負責這個比賽 壓力非常之大 亦都很多時候都是全部新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樣做 亦都可能會覺得我自己是否真的做到呢 都非常幸運 一步每一步都有不同的人的協助或幫助 甚至我每一步都可能學到非常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起碼計劃完之後 一年半之間我成長得非常之多 其實我做了這份工作 我覺得對我的未來發展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特別在我現在這個領域 是關於大灣區的研究 其實是真的非常需要我們親身去大灣區 感受過或體驗過 才有第一身的經歷和感受 去做相關的研究 而且我覺得我做了這份工作 亦都非常幸運 在完成18個月合約之後 亦都得到員公司繼續逐約 不是好像之前有很多人都在說 你完成18個月之後 其實你是不是也要再次找工作 或者其實是不是所有人都遲職離職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的 好像我現在這樣 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其實完成之後 你只要表現得足夠優秀 你可以表現得合適 這間自己的崗位 其實都可以留在自己的心目中崗位上工作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適合 我們剛剛畢業的同學去一個嘗試和報名 當你離開了自己的舒適圈的時候 才是你成長最快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可能是剛剛畢業 自己還年輕的年輕人 我都覺得你是非常適合 去突破自己的界限 去重新去一個新的環境 去一個新的地方去學習和做事